樓契亦都叫做樓宇正契 是物業買賣過程中 一份極重要的法律文件 是物業業權的證明 傳統的樓契都是紙本 近年經常聽到的CD契其實是甚麼 為甚麼CD契會出現呢 現在發展商在市面賣的一手樓 比較簡單 即是一手在政府買地買回來的 因為政府原裝買給你 當然沒有上手的問題存在 所以通常這些新樓 即是政府買回來的土地 在上面上蓋建物業 之後那一套契是相當薄的 即是得地契 可能入果子、滿意子和萬萬合約 相當薄的 所以就沒有必要用到這個CD契 為甚麼會出現這個CD契這種情況呢 原因就是因為 假設一個發展商去收購 一大批的舊樓 牽涉到七、八十個單位 如果我們每一個單位都有一份契 可能就累積了七、八十份 過去的買賣的歷史數據 或者契在裡面 加加賣賣就會很大量 所以就為了方便儲存 或者審核 有些律師樓建議 將它變成一張 scan在CD裡面 以前就不是很流行的 但現在就開始 由於太多契 是需要找地方儲存 所以我們就會用CD來scan 進去 就不是乘搭乘搭乘搭 CD契就好像物業單位的生命策一樣 眾言舊樓已經重建 但是舊樓契的全部紀錄 都會傳檔在CD上面 當一手單位在二手市場放盤 CD契就會在二手市場流轉 當准業主賣入CD契的單位要做按揭 銀行又會不會接受CD契呢 現在市面上很多大的銀行 都開始接受這些CD契 但我覺得這個趨勢 按揭去銀行 按揭去銀行 都會想想想 一個單位已經這麼大 如果一百個單位都是你做 可能要租倉去銀行 這個也不划算 所以很多大的銀行 都開始接受這個CD契 當然任何時間 你想要求 我都想變回紙 你就去發展商原本的律師行 我將它變回紙 我給你所有的錢 是可以的 但我覺得這個趨勢 將來律師樓都會覺得 CD契都可以接受是業權證明的一種 除非它堅持說不行 我一定要變紙 下手買家可能要求你 要付紙契 到時才付錢 如果紙本契或CD契損毀 家裡有火災燒了 不見了 那又怎樣做呢 香港2005年開始 土地註冊署已經開始實行電腦化之後 很大部分的這些契具 都在土地註冊署登記了 以及scan 即是已經儲存了 土地註冊署都會做一個鑑證庫本 告訴你這份是真的 很多律師樓都可以承認這份是合法的 或者是妥當的契具 所以不需要擔心它不見了 當然光碟也有個好處 自己回到家都可以再多吸幾份 都有去過方便 接下來都會愈來愈流行 如果樓一直存在這麼大塊 我覺得這個CD契約也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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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請Lo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